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上的是经济学的课程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什么是金融市场 什么是金融机构 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一个 跟各位生活比较贴近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单元里面的学习目标有三个 第一个我们要先简短的介绍 什么叫做货币 第二个我们要让各位同学了解 金融市场 它包含哪些 以及第三个 什么是金融机构 我们的学习方法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 在能够先做好课权议许的 这样的一个准备动作 那么在课堂当中 能够专心的听讲 那么在课后呢 能够迅速的把老师在课堂上面 所讲授的重点 逐一的把它做成笔记 那做完了笔记之后呢 各位最好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你能够找到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因为这些东西 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内容 跟你的日常生活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你可以找到你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呢 跟我们所讲授的内容 相互的去理解 对于各位在这个单元的学习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的课程大纲 有三个就是我们要介绍货币的定义 还有它的功能 货币到底有存在什么样的功能呢 还有金融市场的分类 以及金融机构的类型 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所要讲授的课程大纲 首先我们来说明货币的定义 好各位看到投影片 他说货币的定义 他说只要是社会大众普遍接受 愿意作为支付的工具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货币来流通来使用 所以比如说各位想想看 在过去几千年前古代社会的时候 各位应该也知道说什么 有听过贝壳或是兽皮都能够当作货币 对不对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的时候 大家普遍都能够接受 这样的东西大家说好 大家都愿意用贝壳或是兽皮来作为货币支付的一个工具 所以各位这边有一句话 他说普遍的接受性 普遍的接受性或是货币性为货币的基本条件 也就是只要这个东西是社会大众能够普遍接受的 大家都同意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东西来作为货币 好这样各位同学可以理解吗 所以这是货币的定义 只要是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货币来使用 那么货币的功能有四个 第一个它可以作为价值的标准 因为如果我们有用货币作为一个记账的单位的话 你欠我多少钱 我跟你借多少钱 那我赚了多少钱 那我应该付你多少钱 因为有货币作为一个记账单位的话 我们可以简化一些交易 各位这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货币作为我们记账单位的话 可以简化我们的交易 第二个功能呢 它可以作为交易媒介 好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货币 我们可以到商品市场上面去购买东西 对不对 任何人都因为有拿这个货币 就可以到商品市场上面去做交易 所以这样的东西货币什么 货币就是一个间接交易的一个发生 造成了一个间接交易的发生 然后呢 也降低了物物交换的信息成本 各位可以理解这句话吗 什么叫做物物交换 如果在过去没有货币的年代啊 那很多东西都是要用什么 以物易物 比如说张三牵了一头牛 到市级去 那李四呢 扛了这个一笼的这个青菜 然后王五呢 就又抱了一包的这个稻米来 好所以张三李四王五 因为没有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 那张三可能要去跟李四换青菜 又要跟王五换稻米 好所以这样的交易会非常的复杂 但是有了货币之后 他把这一头牛迁到市级去卖掉 有了钱之后 他就可以跟李四王五做其他的交易的行为 所以货币存在的功能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 他可以作为交易的媒介 再来第三个功能是可以作为延期支付的标准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共同计算的单位 我欠你多少钱 我应该要付你多少钱 那所以好我们就约定好 什么时候我们签订一个契约 然后我可以还你钱 所以他可以作为一个 这一个延期支付的标准 那所以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记账单位 债权人跟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就会变得非常的清楚 最后一个功能就是什么 他可以作为价值的储藏 因为货币他具有货币性 他可以去买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赚取了所得 我们没有把它拿去做消费的话 我们把它存下来 我们放在银行 或者放在自己家里面 这些货币就是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价值 它的价值能够被储藏下来 那因为储蓄我们都知道 价值被储藏下来 这些货币被储存起来之后 就变成储蓄 储蓄的话 其实是有助于整个社会资本的累积 对于未来的经济成长 其实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货币有这四种功能 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各位介绍 我们在这个单元一开始就跟各位同学说明说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金融市场 还有金融机构 那各位同学在这个地方 你要先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在这个金融体系里面 在这个金融体系里面包含了金融市场 还有金融机构 那等一下我们再一一的跟各位同学说明 金融市场的分类 还有金融机构的分类 那我们先说明金融体系包含了这两个东西 它存在的功能是什么 要调节经济体系内的资金的流通 使得这个有余单位 能够把多余的资金 顺利的移转给次资单位使用 各位简单来讲 什么叫做有余单位 就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你的收入大过于你的支出 你有剩余的钱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透过这个金融体系 你可以把它存到银行里面去 也可以把它放到金融市场里面去 获取 就是当成是投资一样 获取额外的报酬 所以当你的收入大于支出 你就是一个资金的有余单位 那相对的就有一个赤字单位 那个资金的赤字单位是什么 就是你资金不足嘛 你的收入小于支出 注意听 你的收入小于你的支出 你的收入不足的时候 你当然要跟别人借钱 你可以跟银行借 你也可以到金融市场上面 你可以发行公司债 可以到金融市场上面去借钱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去说明 后面的投影片的内容呢 我们就会跟各位同学说明 什么是金融市场 什么是金融机构 我在这边已经 大概的已经先做了一些简短的说明 所以金融体系它的功能是在调节资金的流通 让资金不足的人能够在金融体系里面借到钱 让资金有剩余的人 他可以透过金融体系把这个钱拿出去做投资使用 或是赚取利息 那么我们刚刚说金融体系存在的功能是在做资金的融通 那么融通的方式有第一种叫做内部融通 内部融通很简单 就是没有对外 只有在内部里面 他用动用先前的这些储蓄来弥补他这一期资金不足的部分 这个叫内部融通 倒是什么 倒是外部融通 比较有意思 外部融通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资制单位向有余单位借得所需要的资金 好 所以外部融通已经渐渐的告诉我们 点出我们这个单元的重点 到底我们钱不够 我们要跟谁借 我们可以从哪个地方借呢 所以各位接着看 有一个东西叫做直接外部融通 直接外部融通 是有余单位直接融通资金给资制单位 什么 所以各位这个地方要去做一个注解 直接外部融通啊 直接外部融通叫什么 叫做 有余单位直接融通资金给资制单位 要透过什么地方来进行 直接的外部 直接外部融通就是要透过金融市场 好 这个金融市场的说明我们留待后面 再跟各位同学做详细的介绍 那各位在这个地方请先记住 直接的外部融通就是要透过金融市场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间接的外部融通 资金的融通以间接的方式来进行 例如像银行贷款 好 所以间接的外部融通是什么 是透过金融机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点出了这个单元的重点 回到前一页 直接外部融通是透过金融市场来进行 记住 间接的外部融通 我们一定要透过什么 透过一个金融机构来进行 把资金的有余者的钱 透过金融机构 转到资金不足的这个单位里面去 好 所以这个是间接的外部融通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 简短的说明之后 我们就要进入到什么叫做金融市场 那各位看它的定义 金融市场是什么 资金的需求者跟资金的供给者 他们从事交易的地方 资金交易的地方 然后呢 两者共同决定使用资金的价格 以进行资金融通的市场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金融市场是什么 金融市场是 那个资金不足的人 直接跟资金有余的人 直接做交易 并没有什么 他是直接交易 并没有透过金融机构做交易 这两个人 在金融市场上面里面去做资金的融通 好 所以接下来各位看 金融市场里面分成哪两类的市场 金融市场里面 分为第一个叫做货币市场 好 各位记住 货币市场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一年期以下的短期资金融通交易的市场 好 所以有什么东西 各位想想看 一年期以下的短期资金融通交易 他说 我的货币市场包括金融业拆款市场 跟短期资金融通交易 有什么样的交易工具 各位在这边把它做一个注解 货币市场有什么样的交易工具呢 各位有没有听过 国库券 我不要写了 各位直接聆听 把它听清楚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国库券 一个叫商业本票 这四个交易工具都是货币市场上面短期资金融通的一个交易工具 再讲一次 这四个交易工具包括国库券 商业本票 银行成对汇票 以及可转让订存单 这个是金融市场里面 第一个市场叫做货币市场 那有货币市场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资金融通的交易市场 叫什么 叫做资本市场 如果它是一年期以上 提供中长期资金融通交易的市场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资本市场 好 所以货币市场是一年期以下 有那四种交易工具 那资本市场是什么 提供中长期资金交易融通的市场 通常都是一年期以上的 好 这些交易工具呢 好 如同同影片上面所说的 以债券或股票等有价证券的形式 作为融通交易的名券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说 在资本市场里面 在资本市场里面 有所谓的 他说以债券 好 所以这边就是有一个叫做 那一定就是资本市场里面 有一个叫做债券市场 那有一个叫做什么 股票 好 所以叫做股权市场 对不对 那债券各位都知道 我们可以把债券均一步分为什么 政府不是可以发行公债吗 那公司呢 可以发行公司债对不对 好 所以债券市场的部分可以有 政府公债跟公司债 那股权市场呢 各位应该都知道 就是什么 就是股票嘛 可是股票里面 我们又把它区分为什么 有普通股 那这个东西 未来各位学到会计学的时候 老师会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什么叫做普通股 还有一个叫做特别股 特别股就是优先方方 鼓励的权利 好 什么呢 好 所以资本市场分为债券跟股票市场 好 所以这个地方 请各位同学了解 好 接下来 在金融市场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他把什么 他把资本市场 还有货币市场 全部怎么样 把它包起来 叫做什么 叫做外汇市场 好 什么外汇市场 各位 我们都时常听到说 买卖外汇赚取汇差 买卖外汇赚取汇差 哦 所以外汇市场是什么 是一国货币跟另外一国货币 共同进行交换兑换的场所 我们可以拿台币去换美金 我们可以拿美金去换台币 我们也可以拿台币去换澳币 我们有澳币 我们也可以拿澳币去换什么 换台币回来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外汇市场 那各位在路上走的时候 也会看到有一个什么 有些银行外面会贴一个招牌 叫做外汇指定银行 只要这些银行 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作为本国货币 跟外国货币进行交换的一个地方 那个叫外汇市场 所以外汇市场呢 它同时存在在资本市场里面 也同时存在在货币市场里面 所以它把什么 它把金融市场里面的两类市场 货币市场跟资本市场 都把它怎么样 都把它包覆了起来 OK 好所以你看 它说除了这个外汇 除了这个外国货币之外 还包括外国支票 跟外国的有价正确 有没有 所以外汇市场 它同时包含了短期 跟长期资金融通 它同时把它包回在一起 好这是金融市场 那这个单元里面除了金融市场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金融机构 好在正式到金融机构里面的时候 各位 我们又跟各位介绍一个 民间借贷市场 各位 我们应该都听过 各位应该都听过这个名词吧 标会 民间不是有标会吗 有一个会头 他会找一些会员 然后大家组成 组成一个 一个互助会 然后 每个月定期某个时候标会 标会怎么 标会就是民间借贷市场 一样我们可以透过资金不足的人 资金不足的人 他可以把会标下来 因为在这个会员里面 有些是资金有余的人嘛 那有些人是资金不足的人 所以资金不足的人 透过组成这个互助会 他把会标下来 他就可以募集到一笔资金 所以 我们以为说 金融市场上面只有正规的什么 只有正规的这一个教育市场 其实我们还忽略了什么 民间的借贷市场其实是很大的 透过标会的方式 还有呢 还有各位有没有听过 那个叫做汽车贷款 汽车贷款 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市场会碰到路边的人 拿那个广告纸给我们 汽车贷款也是一样是民间借贷市场 所以这一个市场 它为什么会有 为什么它会存在 因为它的利息很高 各位的爸爸妈妈如果有过去 有曾经参与过这种互助会的话 应该都你去问他们 他们应该都可以了解 这个标绘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的利息很高 所以还是有人会愿意参与 所以他说啊 这个民间借贷市场 它最大的功能是在 弥补正式金融体系的缺口 因为有些人 可能或许信用不好 或是他真的没有办法 到金融市场上面去借到钱 所以他只好靠标会 民间借贷市场来募集到 他所需要的资金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在正式的金融体系 金融市场 还有非正式的民间借贷市场 构成了这样的一个 叫做双元性的金融体制 这是我们目前台湾的一个制度 有正式的金融市场 也有非正式的民间借贷市场 正式跟非正式构成了 这个东西叫做双元性的金融体制 好 请各位同学把这样的名字记下来 我们台湾的金融制度呢 是一种双元性的 有正式的金融体系 也有非正式的民间借贷市场 我们都允许 这样的一种制度 在目前的社会当中来运行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金融机构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金融机构了 好 第一个金融机构 他说什么 他说啊 这样的金融机构 具有创造信用功能 具有创造信用功能的 货币性金融机构 好 那这个叫做货币性金融机构 所以货币性的金融机构 它是什么样 它是有创造信用功能的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做创造信用功能 就是什么 可以办理支票存款的啦 简单来讲 如果这个金融机构 可以办理支票存款的话 那么 就叫做货币性的金融机构 所以各位看 一般的银行 中小企业银行 基层的金融机构 包括什么 地方的信用合作社 农与会 各位 这一些金融机构 都可以什么 都可以办理支票存款 可以办理支票存款的机构 就叫做货币性的金融机构 因为 因为可以办理支票存款 就能够创造信用功能 那相较于这样的一个货币性金融机构 就有一个怎么 就有一个叫做 非货币性的 非货币性的金融机构 什么样的东西叫 非货币性的金融机构 就是 它不得办理支票存款 它不能办理支票存款 比如说 各位看 我们在这个上面所说的 第一个 信托投资公司 第二个 票券金融公司 第三个 保险公司 也就是人寿保险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各位 邮政储金会月局是什么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口中常说的邮局 各位可能对邮局 有点疑问 邮局不能办理支票存款吗 各位 如果有机会 你们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邮局的账户 邮局 我们可以 拿钱去存 可以去兑换 可以去兑换发票 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去 领钱 存钱 领钱 也可以去做划波 转账 然后去那边买邮票 寄东西 可是 各位 邮局 不能办理支票存款 办理支票存款 只有什么 只有一般的商业银行 储蓄银行 专业银行 还有那些基层的金融机构 农业会 合作社等等 才能办理支票存款 所以 特别注意 邮局 是 不能办理支票存款的 所以 因为不能办理支票存款 所以它不具有创造信用功能 那不具有创造信用功能的话 我们把这样的金融机构 各位 我们把这样的金融机构称之为 非 货币性的金融机构 好 所以非货币性的金融机构 包括信多投资公司 票券金融公司 等等 人寿保险公司 等等 还有邮局 可是各位 有一个名字叫做金融控股公司 各位有没有听过 中信金控 星光金控 富邦金控 大概大约在2000年的时候 公元2000年的时候 政府做了一些金融改革 把一些银行 过去银行只能办理什么 过去银行只能 单纯的从事银行的业务 但是呢 现在呢 这个金融法案改革之后呢 金融改革之后呢 不只让原先的银行 它能够做 它原先银行该做的事情之外 我们也让它做什么 我们也让它做保险 还有证券金融相关的服务 所以我们在最近这几年 是常会提到说 金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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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看金控公司的定义是什么 金控公司的定义是说 我们可以同时拥有 属于货币性的金融机构的银行 与非货币性金融机构的保险公司 跟证券金融公司 等此公司 所以我们简单举说 富邦金控 富邦金控 它除了有富邦银行之外 它现在富邦金控里面 也有在办什么 也有办保险 也有办票券的投资 所以你看 各位想想看 政府透过这样的金融改革之后 原本银行只能单纯做一件事情 就是银行的业务之外 现在变成金控公司之后 它又能够控除到保险业 票券业 甚至到信多投资 这样一个领域来 所以金控公司 其实是一个什么 其实是一个大的什么 大的金基母 可以理解吗 过去它只能做银行业务 赚取投资人 客户呢 银行的客户来这边存钱 寄钱 转账 划拨 而赚取一些小小的手续费 现在这些银行 升格成金控公司之后 它能够做人寿保险 做票券 还有做信多投资 他们的获利是很庞大的 所以各位 银行 它能够做的事情 也可以做非货币性金融机构 它能做的事情 所以金融控公司 是一个新的名字 请同学务必要把它记下来 那最后呢 我们就简单的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的这个图 让各位同学了解 在这个图的上半段呢 我们有所谓的金融机构 有没有 那我们刚才也讲了 有所谓的具有创造信用功能的货币机构 有没有 在这个上方 具有创造信用功能的货币机构 就是人寿保险公司邮局啦 存款保险公司等等 那货币机构就是 能够办理支票存款的这些一般的银行 商业银行 中小器银 合作社 农鱼会 这些东西就是货币机构 然后各位记者 这个叫金融机构 那一定有一个什么 这边有一个货币市场 那下面一定会有一个什么 叫资本市场 好 所以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所以你看 他说这边是有一个 叫做有组织的金融体系 这边叫做一个叫 无组织的金融体系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民间借贷市场 所以构成了双元性的什么 构成了双元性的金融体制 构成了双元性的金融体制 好 所以上面是金融机构 下面就是金融市场 除了货币市场之外 还有资本市场 还有我们刚跟各位提到的 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把 把那个什么 货币市场跟资本市场 把它包覆起来 因为不管你是在货币市场交易 或是在资本市场交易 都需要外汇市场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你看 在这边都有一虚线有没有 虚线 虚线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刚刚讲到 有一个名词叫什么 金融控股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把什么 把货币性机构跟非货币性机构 全部把它包覆起来 它可以同时做 银行的业务 也可以做人寿保险 也可以做票件投资 也可以做信托投资 所以金融控股公司 它的营业的项目范围 就变得很大了 那最后就是这些 没有组织的金融体制 我们刚刚讲的民间标会 这个租认公司 怎么等等的 分级付款公司 就是汽车借款 这些就是广大的民间的借贷市场 在这个单元 我们跟各位同学 从一开始 从货币 跟各位同学介绍了货币的定义 还有货币的功能之后 我们知道货币 原来它有一个 可以作为交易的媒介 也可以作为价值的储存 那进一步 我们引导说 有些人需要钱 有些人的钱有剩余 所以在这样的 一个有需求 一个有剩余的情况下 我们提供了一个金融体系 可以作为资金融通的一个媒介 那么在金融体系里面 我们说明了 有金融市场 有货币市场 有资本市场 还有外货市场 有一个在金融体系里面 也有个东西叫做什么 叫金融机构 有一个是叫什么 可以创造信用功能的货币机构 以及非货币性机构 然后我们也介绍了 在这两者当中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还有一个什么 叫做金融控股公司 那最后我们用了一个简单的图表 来跟各位同学做了说明 希望各位同学 在回去之后 能够好好的复习 把目前现在的 这个整个金融体系 做一个完整的了解 就是这个金融体系